各位学员大家好,我是高万棠高老师 首先欢迎您再回到我的课堂来 那我们在这一个小单元里头继续来谈设计模式 那在这个小单元呢 我就来举这个Gun of 4这一本书 总共23个设计模式之一 叫做观察者设计模式 观察者设计模式 那这观察者设计模式呢 它的基本的概念就是 有一个系统或者是一个类 或者是一个引擎 那这是一个主体的对象 这个主体对象我们称为叫做A 那它会状态会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一直变化 OK 一直变化 就像这一个电视台 那么它播出的节目会一直在变化 一直在变化 那么我们有很多众多的对象 众多的对象会来接收它状态的变化 所以这叫VC D等等的这个状态的变化 当这边的状态有变化的时候 它就会来通知它 会来通知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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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像你开了电视 那么在这一个电视台有新闻的一个更动的播放的时候 那么家家夫妇的电视机都可以收得到 所以呢 这一个我们称为叫做观察者 叫做观察的 观察这一个A的这一个变化 所以这个称为叫做Observer 观察者 OK 所以呢 在这一个软件的架构上 那么我们就会主要的做一个接口 做一个接口 那这一个Observer呢 就是刚好4的这整张图呢 是刚好4的一个设计图 那么这里头有一个函数 叫做Update Update 其实它就是I 就是I OK 那么 这个主体呢 这一边是主体 这边是观察者 就是这边 这边 是属于观察者的部分 OK 是观察者的部分 那观察者的部分呢 它实现了一个接口 叫做Update 这个接口呢 是给这个主体 这边是主体 这边是主体 那给这个主体来通知 通知来更新状态 那因为Update呢 本身是一个抽象函数 是一个I 所以它会 掉用下来 掉用下来 所以 真正的观察者 上面是观察者的接口 然后 这边是真正的主体 这边是主体的接口 主体的接口 那 接下来呢 当它接到了Update的时候 只是告诉它Update了 但是真正的状态 再由它来掉用它 去跟它取得最新的消息 最新的消息 OK 所以 左边是主体 右边是观察者 右边是观察者 OK 然后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其实来讲 这个只是一个I 这个只是一个I 真正的I在这 真正的I在这 真正的I 那 主体 就变成是I的角色 然后 真正的观察者 变T 所以 会有 T1 T2 T3 等等 到TN 有很多个 观察者 那 这一边呢 就是 一个 观察的 被观察的一个主体 主体 OK 上面 只不过是一个基类 真正的变成代码 然后 变成可执行的时候 其实 它两个合起来 才变成是一个 对象 这个才叫做主体 被观察的主体 对象 被观察的一个主体的对象 OK 那这是从EIT的角度 因为大家对EIT已经很熟了 所以 当把EIT 对应到这个模式之后 你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你就可以很容易理解 这一个观察者模式 它的一个运作的机制 运作的机制 跟它的结构 所以 你就不用再重新 学一遍了 因为你已经用过的EIT 来学 这一个TN模式 也用EIT 来协助你 有效的 去认识跟应用 FM 就是工厂的模式 现在一样的 在用EIT 也能够很有效的 让你能够 迅速的理解 这一个 观察者模式 它的运作的机制 运作的机制 不然的话 你会 各种的模式 都把它看成独立的 那么 各自学习 那么 你23种模式 你就花23倍的精力 那么 学完了之后 你也不见得 会懂得如何 来 组合 跟创造 新的模式 那 这对于一个 有创意的架构师的 培育来讲 我们 应该走的是 EIT 这样子的一个路线 才能够 培养出 这个创意 组合 创新 所以这里头 我们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个 其实 它有一个 纯粹的抽象类别 它扮演的是 这一口的角色 背口的角色 这一口 所以呢 我刚刚讲的是 这一个东西 这一个部分 你可以看得出来 这个部分 其实就是一个 纯粹的这一口 纯粹的这一口 因为它是一个 纯粹的抽象 函数而已 所以 可以把它变成一个 小圆圈 这样你就知道了 其实我们已经 讲过好多次了 就是 一个 这一口 其实就是一个 纯粹抽象 的类 也就是说 它其实 就是一个类 只不过是这个类呢 里头呢 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这里头的函数 都是抽象的 所以 它变成一个圆圈 那你就可以 看得出来 1在这里 I在这里 T在这里 OK 这样子 那在这个过程当中 我们还要看到 一个任务 就是 怎么把T 装配到1 有没有 我们有EIT 我们一定会马上 想到 谁来做 装配的动作 装配的动作 因为 这两个合起来 G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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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合起来 只不过是 一个对象 所以 这个都是属于1的 部分 属于1的部分 OK 那 这个部分是观察者的部分 观察者的部分 那么 我们如何把观察者 把它装配到 这一个 1里头呢 这就是我们 马上 了解了EIT之后 马上会想到 有了J孔 有了T 有了E之后 那么 所以来装配 所以这里有一个 Attach的任务 就是装配 装配 那么 我们 把T 透过Attach呢 会把它装配到 E里头 这样子 只是因为观察者 很多个 所以一个E 会配很多个T 会很多个T OK 所以呢 这个附列Observer 已经变成一个J 已经变成了J 已经变成了J 那么 只是 它只是EIT的一个造型 一个变化而已 OK 好 那我们了解了 这个EIT 跟Observer模式之后 我们就来看Android的范例 对不对 那我们 还是引用Android的View体系 它的View体系 那它的对象 都会呈现在EY上 对 就是Android的View 比如说 大家最熟悉的 Button 那么它会呈现在EY上 当用户按下这个Button的时候 它的状态就会改变 一改变的时候 它就会透过这个接口 来通知我们的一个观察者对象 一个观察者对象 所以大家已经常常用到 On Greek Listener 那这就是一个观察者的一个接口 一个接口 所以我们来画画图 所以这个图呢 就可以看得出来 这一边部分 看得出来 要先理解一下 这一边呢 是什么呢 是主体 对象 那这一边反而是 一个 一个观察者 这边 要先这边 这边是 观察者 跟上面这个图呢 是把它 画的方向相反而已 在这边的图 这边的图呢 是这一个观察者在右边 主体在左边 主体在左边 那这边我是把它倒过来 主体是在右边 观察者是在左边 观察者在左边 OK 那这一个 Activity呢 都会加入 这一个View里头 所以有一个叫 Set on Quick Conditioner 就是刚刚这个Attach的意思 然后当这一个用户 有在这个UI上面 由按键 表示它的状态有改变 状态有改变 状态有改变 它就会扣它的On Click 透过这个接口 然后扣到My Activity 所以My Activity 是一个观察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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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 那装配者本身也是它 只是在这里两个角色 把它合在一起 OK 把角色合在一起 就是在这个例子当中 是装配者 比如说 这个 New Text View 创建 以及装配 都是Activity 而且呢 Listen 也是Activity 所以在这个例子呢 要特别留意 观察者跟装配者 是同一个类 就是My Activity OK 那我们就可以继续扩充了 有没有 把这边扣大 变Button 一样的 因为 它这个 如果你去New 一个Button的时候 那么 整体都变成是一个 观察者的对象 从这里到这里 都变成一个观察者对象 所以 当这一个 UI上面的Button 有被 按键 状态有改变的时候 这个 View 就会通知 告诉这一个Listener 说 我的Button 状态有改变了 状态有改变了 所以我们来 看看这个代码 看看代码 代码呢 首先 第一个动作 装配者的动作 这个是MyActivity 这个是MyActivity 是 这个位置的 这个MyActivity 那么MyActivity呢 首先New一個Button 在这里 所以New一个Button 这个动作呢 就是这个动作 New一个Button New一个Button New完的Button之后呢 它要 Set on ClickAddition Set on ClickAddition 就是 把自己的Button 有没有 就是去扣Button的 Set ClickAddition 那因为这个Button是类 所以它集成了 这个View的 这个 所以 它等于扣到 这个View的 这个Set On ClickAddition 就是刚刚的那个 Attach的部分 然后它就把 这个 Listener 有没有 这个Listener 把它 设定进去 把 ClickListener呢 把它 放进去 这个 代码里头 那如果是 是自己本身 那这里就 要把它改成 GIS 这意味着 我是 装配者 目前 你看这个例子 这就是表示 我是装配者 对不对 那么 这里是装配者 对不对 所以装配者 的角色 就是把轮台装上去 那装的时候呢 要把这一个 自己的指针 放下去 它才可以 implement 才可以 扣回来到这里 这个 z 表示 我是观察者 就把 这两个代码 是意味着 MyActivity 是装配者 那么 把自己装配上去 意味着 自己 拥有这个接口 你看一下 这是MyActivity implement 这个接口在这里 这个动作 MyActivity implement 这个 onClickListener 这个接口 就在这里 就在这一段 这里 好 那这里意思说 我自己可以是listener 所以要把自己装配上去 把自己装配 所以这里 如果是自己来listener 那就要改成GIS OK 那这个时候 它一有状态 它就会透过onClick 调用到onClick 透过onClickListener 的这个接口 你看 它会透过这个接口 调用到这个接口里头的onClick 这个函数 就是表现在这里了 那这个时候 你就可以去 把这个button里头的内容抓出来 把button 再可以看得出来 是哪个button 被按咯 所以 这个时候呢 你就可以 从这里 on 因为你接到它的通知了嘛 表示我只是listener 当我接到的状态 我就可以再来调用它 调用它 来取得 这个button 这个 被这个主体 对象 的一种状态 主体 object的一种state 一个状态 就包括它的名字啦 包括它的 现在的颜色啦 等等都是状态的一部分 OK 那 那这就是从代码 一般人只看到一小部分 那我们希望各位 能够看到的代码 activity代码 也能够想到整体的一个设计模式 以及背后的这个EIT造型 那我这一节就讲到这里 待会再来举最后一个例子 叫做composite的这个模式 来让各位更深刻的领悟 这个组合的一个架构设计 的一个思维技能 多做一些练习 能够多更深一层的体会 谢谢